只要短短几分钟带你放开眼界 科技 娱乐 设计 各个领域 最具风格的演讲者 最领先的观念 最有创意的想法 台湾独家授权电视播出 TED在中天 尽情锁定中天全球现场 来看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台九县之旅启动 第一站来到了蓝宇 在飞行途中碰上了乱流 而好不容易回到台东 在拜访悲难族的时候 又遭到热情支持者空抛三次 看这个蔡英文的台九县第一天 可以说惊吓连连 一群悲难族朋友围着蔡英文 还以为只是要唱歌跳舞 结果突然来这招 吴玉瑾被往上一抛 是悲难族欢迎最重要贵宾的方式 连小英自己都有点挫到 一旁的随护赶紧上前关心 没想到又来了不速之客 我一样也是候选人 那大家要 就怕狗狗来亂 外安人员出手 阻挡人类最忠实的好朋友 连蔡英文看了都觉得好笑 难得来到台东 小英也把握机会 到马总统没去过的蓝宇 开拓票源 不过一路飞得惊险 在结束空中云霄飞车的行程后 换上达雾族传统服装 一大串快垂到地上的项链 让小英越看越有气势 就算是蓝宇五折天 面对岛上的合肺料 虽然不是民进党决定放在这里的 但小英也要 说不好意思 在有大家共事 有公投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我觉得很抱歉 也就是说在1982年 当合肺料首次到这里来的时候 没有经过跟我们蓝宇 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姊妹 来商量沟通 也没有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 这个合肺料就被放在这里了 把自己拉高到元首层级 再次向原住民道歉 蔡英文多少也想铺陈 包容蓝绿的高度 在松洞的蓝银铁票区 争取支持 中央新闻国想 李雨桥NC小组 台东参谋导